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争其豆艳而得名 您看碑上的图案 右下用青花勾勒出轮廓 然后入窑 用高温进行第一次烧制 烧成取出后 在右上填入材料 再入窑 用低温进行第二次烧制而成 豆采工艺的采用 让这件瓷器变得生动有趣 在北京首都博物馆 也收藏有一对图案相似的葡萄文碑 那可是十分珍贵 因为这对葡萄碑 是明代成化年间烧制的 而收藏这对葡萄碑的人 还是清朝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这对成化豆采葡萄文碑的故事 明成化年间的这对豆采葡萄文碑 造型玲珑娇小 优雅秀丽 温润的瓷质下 用青花料精细勾勒出图案的轮廓 右上的色彩随手画来 桑葡萄 蔓草 蔓草 蔗枝 图案布局 疏密有序 绿叶 葡萄的材料则溢出轮廓 虚实相托 动静结合的图案 透露出明代瓷器 严谨精精致中 有不乏质朴的特点 成化豆采茨戏 在明代后期 就已经是千金难买 有文献记载 神宗御前有成碑一双 值钱十万 也就是说 在明万历年间 这对成化豆采碑 就已经价值十万钱了 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明代 只有景德镇的玉瑶厂 才能烧制豆采瓷器 老百姓 根本无法见到 这对葡萄文碑 就连他的拥有者 明代成化皇帝 也将其看作贵重物品 仔细把玩欣赏 手中不玩这一个 一对啊 成化豆采葡萄碑啊 他的客贵之处 第一 他是有 缺着的 靠谷根据出土的 因为首都博物馆呢 他 原来呀 和这个 北京文物研究所啦 他是 一个单位 他有靠谷的人物 不存在 他是真实性 因为传世的东西 是不是成化的 还得坚定啊 因为这是 出土的东西 一般来比较可靠 正如专家所说 葡萄文碑 出土于 1962年7月 实质盛下 北京师范大学南院 正在进行地基挖掘 不料 却发现了一座大墓 墓主人 是一个小女孩 这对豆采葡萄文碑 就出自这座墓葬 这样高品位的豆采葡萄碑 绝不会在平民百姓 墓里面发现 他的身份 必须和皇家有关系 才有可能 据我了解呀 这个七岁的 小女孩这墓葬里面 不光是出现这个 一对成化豆采葡萄 他还有 名甲敬啊 五彩炉 还有永乐的 天白柚东西 等等啊 这说明他 他这一个墓里边 官邀刺激 就出土的好多件了 当然 豆采葡萄碑 又是一对 比较有名啊 康熙时代仆政大臣 索尼 她的孙女 大概七岁吧 在她的墓里面发现她 尽管她的孙女 才有七岁妙龄 就失去了 把这么好的东西 作为寻葬品 陪葬品 那一般呢 是不可想象的 索尼 是清朝著名的 辅政大臣 先后辅佐过崇德 顺治和康熙三位皇帝 地位十分显赫 而这对豆采葡萄文碑 就是在索尼的孙女 黑社李氏的墓里出土的 据说索尼生前十分疼爱黑社李氏 但这个小孙女七岁 就因为患麻疹而夭折 所加上下万分悲痛 后葬了黑社李氏 在封建王朝的背景下 一个大臣 能用如此贵重的器物 来为一个只有七岁的小女孩陪葬 也是很罕见的 据小孩母中的墓志明记载 黑社李氏死于康熙十三年 也正是这一年 康熙皇帝二十一岁的皇后赫社李氏 也因为难产去世 而这位年轻的皇后 正是黑社李氏的堂姐 有专家认为 黑社李氏墓里的随葬品 包括豆采葡萄文碑 是皇帝遇赐的 为的就是安慰一年内 同时两位孙女的索尼 更彰显索家皇亲国戚的地位 葡萄文碑的出土 不仅记录了一段凄美的故事 还为我们研究中国陶瓷的历史 留下了珍贵的实物例证 因为在这对葡萄文碑上 出现了一种后世极难模仿的颜色 叉子 成化年间 景德镇玉瑶厂烧造技术 达到了明代至瓷也的高峰 古丸行有句老话 明看成化 清看雍正 说明成化瓷器 在中国瓷器历史上的地位 成化瓷器中 最有名的就是豆采 有专家分析说 成化皇帝本人十分喜爱豆采 这跟他的性格有关 成化性格比较柔弱 不喜欢浓艳的色彩 反而对柔和的颜色感兴趣 成化豆采瓷器 最有名的是天字罐和鸡钢碑 鸡钢碑比较小 呈浅钢形 上面画鸡和花卉图案 鸡钢碑存饰不少 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都有收藏 天字罐体型比较大 上面画有海马文和花草文 罐底因为写有天字 因此被称为天字罐 天字罐存世较少 目前仅有十多个 大都收藏在北京 台北 东京和伦敦的博物馆里 飞舍里适目出土的这对葡萄文碑 也是成化年间典型的豆采器物 而描绘葡萄桑胜果实的颜色中 出现了一种独特的颜色 叉子 成化豆采的一种叫做叉子的颜色 这个颜色是不太好模仿 这种叉子 你说子不子 说降色不降色 就是一种特殊的那种颜色 为什么别的颜色 清华了 造型了 黄色了 红色了都好模仿 为什么单单的这种叉子颜色 难于模仿 难于神色 我个人的看法 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太成功的颜色 恰恰 和葡萄的颜色 半熟不熟那种颜色 接近 因此 它这个花腹就会神奇了 它既是一种特点 也是一种优点 经过科学分析 所谓成化豆采中出现的叉子现象 其实是由于矿物质材料的提纯不精 导致烧制过程中铁质渗出 诱料的颜色发生了改变 对于这种颜色 瓷器专家耿宝昌曾这样描述 叉子色如赤铁 表面干涩无光 如今 含有标准叉子色的成化豆采瓷器 除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这对葡萄文碑外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一对三秋碑 这对成化豆采三秋碑高4.3厘米 口径6.8厘米 右色青中泛灰 胎薄如蝉翼 成化豆采的青薄是出了名的 据说拿过瓷器后 指纹都能从背面看清楚 三秋碑上画有山石兰花和小草 几只蝴蝶在翩翩起舞 栩栩如生 最为特别的是 蝴蝶翅膀上所湿的紫色就是叉子 碑上以或淡雅或浓艳的色彩 描绘了秋天的相居野景 充满自然气息和生活情趣 因为秋季历时三个月 有三秋的说法 因此这对碑子被称为三秋碑 此碑相传是成化皇帝 为逃比自己大19岁的万贵妃欢心 命景格镇工匠特制的御用酒碑 到了明嘉靖时期 他们已经算是真贫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 这对碑子由瓷器收藏家孙迎舟 花四十根金条 从一家当铺购得 1956年 孙先生将其无偿捐给故宫博物院 有叉子颜色的明代瓷器存世很少 这是因为明代的景德镇御遥厂只能烧制皇室专用的瓷器 要求十分严格 有一点瑕疵的瓷器都必须摔碎生埋 不能流入民间 在景德镇官窑遗址博物馆里 也收藏有一支明成化豆彩葡萄文碑 碑上的图案与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葡萄碑如出一辙 不过景德镇这支葡萄碑上的葡萄颜色略红 仔细观察还会发现 碑上还有着不少裂痕 显然它是由一块块碎瓷片拼接而成的 说起葡萄碑呢 除了黑色李世木出土的这一对之外呢 在景德镇的玉器厂呢 也曾经出土过破碎的豆彩葡萄碑 玉器厂呢 是明代专门为皇帝来烧造瓷器的地方 它的位置呢 就在景德镇的珠山 在珠山的顶上呢 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建筑 叫做龙珠阁 和景德镇陶寺考古所呢 先进行了考古发掘 在发掘过程中呢 就发现了一些明代的地层 其中包括成画时期的三个大的瓷片坑 正如专家所说的 景德镇收藏的葡萄碑 正是一件没有烧制成功的残次品 它在数百年前被人砸碎 历经风雨又在文物修复专家的桥手下 获得重生 如今收藏在首都博物馆的这对 成画豆彩葡萄文碑 已经成为了博物馆的明星文物 许多人慕名而来 驻足观看 体味那一抹差子带来的独特韵味 好了 观众朋友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